歡迎回來射星新聞的現場新聞 繼續來看是來自大拿町的消息 大拿町還有新的水果融散 就是以外的新品種 木桂牛丁和雞尾酒葡萄柚 木桂牛丁的外觀看起來好像沒過 但這裡還有外觀的口感和氣味 你雞尾酒葡萄柚 外觀就像是大了碰乾一樣 這間的價錢都有五六十塊左右 你事件價錢是不錯 不過各位說 這兩款新品種的油都沒有好賺 外面上這個是大拿町高農所種的油 新品種木桂牛丁 會叫做木桂牛丁 完全是依照到外觀 含吃起來口感所賢明的 就是要種就是要找一些比較 不會讓人家強壯的 所以都要找新的 看起來它本來像是木瓜的形狀 可是之前它就是柳丁味 但是又跟一般的柳丁不太一樣的味道 它比較有那種果實的鮮甜味 對 所以很讚 新品種真的不錯 如果沒有過牛丁 另外一種比較特殊的油 是雞尾酒葡萄柚 它看起來是大一盒的碰乾 不然市民上的真正看 大部分都是配上 到台北的高菜市場來換收 你一間的建設是比傳統的油 比較好 因為品質和地質的關係 所以都在台北的高菜市場 一市二市 你賣的價錢都六十幾塊 雖然價錢好 不過高農表示 要種這種油要很用心 而且油在結果的時間 也很怕遇到每個月 像種600多人的高朝 高農說 今年三年就減少三分之一左右 只剩下一萬斤 因為這種東西 你若在雨季的時候 它那個機很軟 軟的時候 我丟到肚子上 肚子上 肚子上 滑肚子上 滑肚子上 有睡覺 就很困難 所以 都要去渡 要去那裡 那是台北的嗎 沒有 沒有 路新冠表示 他本在泰國做生理 後來因為家裡 他必須回來台館 他說 既然要種水果 就要種比較沒人種 所以回來台館這四年 他有進西施柚 雞尾酒葡萄柚 木瓜柳丁 珍珠菊 佛利盟菊町 並在十五件幫忙之下 推出到網羅定格的法部 而且歡迎也很好 這請問 看來靠腳紅 端拿點 拆紅布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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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